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泄露出去的呢 难道是皇上身边的人 若真是这样 只怕牵练出天皇贵宙皇子皇孙也未必可知 还有天下奇能之事很多 或者是有人未卜先知 猜中了题目 据来啊 古正不利啊 我们这里掀了出气 立时就会震惊朝野 牵动全局 倘若 要是抓不到真正的罪犯 这顶纲的首先就是你我两个 还有十八方考官 这么多人的身价性命在里头 我不能不慎重 你说对不对啊 那张大人的意思是 继续考 不行 国家轮财大典 出了这般骇人听闻的弊情 如果你我隐瞒不报 就是欺君误国 张大人 你报还是不报 你要是不报 我去报 据来 我当为你好 你却反而逼我 我来问你 你的这些考题你是从哪弄来的 你说是买的 那卖考题的人在哪 要说有嫌疑 你就是第一个有嫌疑的人 你说你要奏报朝廷 你尽管奏报好了 我也会递折子上去的 但是第一个参的人 那就是你 那好 咱们就同时写奏账 但现在要立即停考 来人呢 反令 各考棚考生 立即停考 考场的全部 柴翼号兵 立刻出动 马上包围伯伦楼 连九楼的人一体擒纳候审 这 谁都不许动 这里的主考是我 李福 李福 你专横跋扈 你不只是一次了 我告诉你 你什么时候能当上的正主考 你再来发号施令吧 听我的 第三场考题即可下发 考试照常进行 张大人 张大人 据来啊 听我的 有什么事情 都有我来担待 好吗 既然如此 我走 站住 你身为官身 你为朝廷当差 想走就走 那好 我就不要这个官身 辞掉这个差事 我说呀 只有你有这么大的派头 怎么着 什么事 王爷 出大事了 莫非真的是东城事发了 糟了王爷 三道考题 完全一样 最可恶 也是最可疑的事 张廷路 居然千方百计的隐瞒不报 王爷 这件事 来路不小啊 当务之急 是要赶快包围 拨了楼 拿住证据 可我手里又没有兵权呢 麻烦事 麻烦事 哎呀 礼服啊礼服啊 你真会找麻烦你 既然王爷有困难 我就不打扰了 我再去找别人 站住 这么早你能去找谁呀 再说了 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跟你趟着浑水呀 我想想 你去找一个人 谁 李渭 李渭 哎呀 收起你的名师派头吧 这件事 只有他能帮你去办 才能在皇上那儿 过关 快点 开门 开门 开门哪 谁呀 快开门 谁呀 这么一大脑 凡你叫醒李渭大人 就说礼服 有钥匙求见 干什么呢 这位老爷 我不知道您是谁 我也不想知道您是谁 总之啊 这个时辰 您别弄这个差事 让我为难 您待会再来吧 放肆 来人 在 把他给我看住 站住 什么事 我有急事 急着要见你们李大人 烦请通报 我们家大人就要进宫 进见皇上了 现在他正在赶写折子呢 您要拜见他的话 您可以改个时间 拜什么剑呢 我和他同朝为臣 拜什么剑呢 快去通报 我们家大人写折子的时候 最烦别人打扰了 通天下 谁不知道他老人家 这个脾气啊 不识字 谢什么车子 李渭 李渭 大人 大人 四进士出身 内阁士读大学士 现任副主考李福来了 你见不见 您别管啊大人 瞧 李大人 李大人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认识这是谁吗 这是大清官呢 这是读书人的领袖啊 李大人 您到我这儿来 这是给我李渭 面子来了 李大人 出了件天大的案子 士气仓促 请你带着亲兵 即刻前去拿人搜赃 李大人 我觉得 你的想法不对啊 你先别着急 我跟你慢慢说 有人在柏伦楼卖考题 未必就跟柏伦楼有关系啊 这是其一 其二呢 现在已经开考了 他留着那考题 卖谁去啊 留着把柄 让官府搜了去啊 因此 我们就是去了柏伦楼 也搜不出什么结果来 李大人 您说呢 要搜证据 只有一个地方 你 你是说 考场 没错 有卖的就有买的 买了干什么 必定是先做好了 进去赵超啊 这会儿 只有到了考场 才能搜出证据来 对啊 惭愧啊 惭愧啊 那 现在 来啊 来 把那些兔崽子们都叫起来 臭家伙 跟着老子我 拿人去 你干什么 没事啊 你这怎么干什么 干什么呀 你这怎么干什么呀 过去进去 你这怎么干什么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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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包尾考场 快 来来来 他们来干什么呀 等等 等等 等等等等 快快快 不能接手啊 不能接手啊 你带啥 你们那边 不要让开 快点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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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跑来啊 给我把住那边 起来 同心 起来 同心 起来 同心 起来 谁不动 我们起来 你 过去 过去 快点 快点 你可停止考试 各棚考生 一律坐着别动 快 给我盯住每一个考棚 是 大胆 擅长考场 你们都不要命了 李福 难道你不清楚 擅长考场那是要杀头的 杀谁的头 这会儿还不知道呢 搜 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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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 快 快 站着 过去 快 站过去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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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听清楚了 过来 过去 没有圣旨 搜查考棚 快 我们主通一律要杀头的 快过去 快过去 一律杀头的 快过去 快点 你 站过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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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人 快 快 你可 吓着我了 你是谁 你是谁 是 你问我是谁 那我就告诉你吧 小爷我十一岁就跟着皇上 现任江苏巡抚 李渭 怎么着 吓不着我了吧 告诉他们 什么也别想 给我好好的搜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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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那边 起来 快 过来 过来 来 那边 过来 快 快 跟进来 快 跟进来 马上放下来 跟那边 快 走 手 手放下来 放下来 走 起来 马上拖了 拖呀 快点 好了吧 再拖 里边还拖呀 对 拖呀 拖呀 你 你 快拖 走 大人 这人肚皮上有字 你看 我瞧瞧 大人 站起来 行 亏你小子想的 从来 这好吧 把他肚皮给我揭下来 大人 大人 饶命 大人饶命 晚上下回再也不敢了 不敢了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 李大人 此法不太妥吧 好吧 既然主考大人求行 你这张肚皮啊 就先留着吧 谢谢大人 来啊 把他那件内衣 放在水缸里浸湿喽 这儿 来 大人 把那水凝干了 这儿 把他肚皮上的字 蒙下来不就完了吗 这这这 站起来 大人 凡家带作弊的考生 一律带到国子界 听候审问 其余的考生 回去候命 等新考敌出来以后 再请考试 来啊 在 张大人 你不是说 要问我死罪吗 你 好啊 一块儿见皇上去 带走 走 走 你们干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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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皇上现在正在问话 招呼了 请王爷们和中尉大臣们 都在这儿候着 王爷们和中尉大臣们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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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怎么了 皇上他 好 我来 皇上 皇上 我来我来 皇上 没吃的 天 逃不下来 李夫 微臣在 考试不能停 朕 这就重新出题 有你 当然是主考 微臣 领旨 王爷 你慢点 想想 打开 王爷 你们都离开 我要和张大人单独谈谈 这 你是谁呀 八爷 八爷 随身张庭露 叩见八爷 好了好了 快起来吧 叩见八爷 起来吧 我是来看你的 起来 坐下 八爷 八爷 你救救我呀 你要救救我呀 八爷 坐下谈吧 八爷 八爷 我是假带了 七面 靠生 但是 靠退泄露之事 真的不是我干的 至于谁干的 我不能说 我真的不能说 王爷 你也不要问了 我认罪 我认罪就是了 我是来救你的 你不说我也没有办法 可是你有所不知啊 令兄张中堂大人 明天只有向皇上辞职了 他一声轻鸣 都葬送在你的手里了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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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 同罪官的兄长 没有丝毫的关系 请王爷转奏皇上 替他辩白 你不说我如何替他辩白 如今朝野议论纷纷 都说令兄是皇上最近的人 考题泄露 必然和他有关 是红实 王爷 什么 是他 你听着 此事 不要再对任何人说 否则就会遭到天下大祸 不但救不了你 还会害了你的家人和你的兄长 会掀起天下害人听闻的大案 逐连九族杀无赦 你明白吗 听着 你犯的是死罪 但我要留个活口 我会尽全力在皇上面前保你 明白 你要挺重 至死也不能说 明白吗 明白 明白了 八爷 八爷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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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爷 八爷 皇上 臣帝是总理王大臣 这接二连三出现的事情 上书房有责任 臣帝第一个有责任 臣帝的意思是 请皇上给臣 以及上书房朱大臣以处罚 以使群臣有个警务 这是臣帝自愿请皇上处罚的奏折 请皇上预览 来 起来 八爷 你这份心意真灵了 现在谈不上什么处分 你说说 咱们该怎么办 皇上 当务之急 是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两个案子 臣帝以为 既要按理法处理涉案的官员 使群臣有所警务 又不能使朝廷丢了脸面 给下面留下议论的话柄 好 起来 都起来吧 咱们君臣一起 商量商量 连亲王 有什么话 往下说 皇上 这两个案子 牵涉的关系十分复杂 如何处理 与当前的大局有利 这才是关键的所在 陈帝以为 只有咱们几个人 才能把握好这其中的轻重曲折 陈帝提议 柯压场舞弊案 由陈帝主持会审 山西窥空案 由宜亲王 主持会审 很好 宜亲王 你看呢 陈帝同意八哥的看法 好 陈帝主持会审 你接着说 这两个案子 牵涉到上书房的两位大臣 有些人肯定要借机发难 咱们要尽量淡去这层关系 臣提议 张中堂和龙中堂 照常在上书房当职 只是不要过问此案变形 这样一来 想借这个话题兴风作浪的人 也就无机可乘了 皇上 臣感谢连亲王 对臣的信任 但朝廷有惩罚 直系亲属犯罪 其在朝担任职务 有可能影响案情者 都应该回避 臣请求 暂时辞去上书房的职务 恒臣 这样吧 你写个辞呈 朕批一下 不让你辞筛 这样呢 别人就无话可说了 皇上 就这样吧 来 皇上 我钦佩的不仅仅是八哥的绘画技法 而是他话中洋溢着那种处事不乱 处编不经的定力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你总能看到他心静如水 既不苟且也不张狂 所以难怪满朝文武上万言书 保举他为太子 好啊 好啊 原本要叫人去找你们 偏好 你们都在这 八哥 你看我们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做一件事情 联络各部衙门的官员 和各省的都府 联名上折子 保张廷路 保诺敏 这两个人 一个也不能杀 我说八哥 为什么要保他们呢 现在不要问 等保下来之后 自然就会明白了 八哥 八哥说不要问就别问 先干着再说 老十四这一项怎么样了 他还能怎么样 把自己关在府里 和那个什么 从山西来的小妞 风华雪夜的 真笨 又把琴弦给勾断了 你还问我呢 握着人家的手 用那么大劲 这首风华黄的古曲啊 原本有些难 不断几根弦 怎么能学得会呢 怎么样 接上了 再来谈 我不学了 再谈一会儿吧 八爷来了 我说弦怎么忽然断了 原来是八哥在偷听啊 我说老十四啊 你这种谈法 就是有一百根琴弦也会断的 与我偷听不偷听 可没有什么关系啊 八爷吉祥 还是尹帝说得对啊 你这样教 完全是教得不得法 琴弦焉能不断 你看 连八爷都说 是你教得不得法 才把弦勾断呢 我怎么教得不得法 我都要听听 好 那我就教教你 此曲是西汉时候 司马相如所创 据说司马相如爱上了卓文君 又无法表达 于是就捧了这首曲子 曲名叫凤求黄 此曲曲名来源于诗经当中 音音凤鸣 求其有生 这首曲子的真谛 就在于一个求字 也就是说 凤还没有求到黄 音音的叫着 渴望黄来到她的身边 可是现在你看看 你把尹帝抱得那么紧 凤已经得到了黄 于是音音也就变成了轰轰 难怪尹帝说 你把她的手捏得那么紧 你这岂止是教不得法 简直是乱弹琴 琴弦焉得不断呢 八爷说得好 八爷 我给您倒茶去 好好 八哥 你呀 什么时候都有理 今儿来 不是跟我说情理的吧 我看你这般有福气 真不想跟你说这些烦恼的事 那就别说 八哥 我现在是不知有憾 无论未尽 你就让我做一个桃花园中人吧 这不像你的为人 你这样做 自以为是与世无争 可是别人觉得你可怜 后世人平易会觉得你可笑 老十四啊 事情并没有到真正不可为的那种地步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 我也不会这样做 想解脱 两眼一闭 把这身臭皮囊一扔 那才叫真正的解脱呢 那你说怎么办 莫不成 还能同人家去争这个皇上 什么叫皇上 皇上是说一句话就是圣旨 天下人都得照着去办 如果说的话别人都不听 或者不能兑现 即便就是皇上 不过是个空名而已 那么反过来 咱们所想的 天下人都能照着去做 就是不当皇上 又有何妨呢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 现在有一个绝好的机会 老四登基以后 干的两件大事全都砸了 朝野上下都在看着他 看他如何收场 他封诺敏是天下第一巡抚 这是他的第一个大笑话 可我们要竭力保住诺敏 让他把这个笑话 永远摆在那 这样一来 他想整动各省方库的亏空 也就另不能行 到时候 我们再给他来收拾残局 要让天下人都看看 究竟是谁说了算 老四不是那么容易被你把握 还有下一代 告诉你 科长舞弊案的主谋是红石 这件事只有我知道 有了这个把柄 我们就可以制约红石 然后把他往太子的位子上推 在老四的手里 咱们不能火胜 到了红石 咱们一定能把他搬回来 八哥 我以前就佩服你 不屈不挠 弃而不舍的劲 现在我就更佩服你了 可现在 我实在没这门心思了 这样吧 你干你的 等你们落下风的时候 我也不会袖手旁观 可现在 我实在不想再折腾了 八爷 请用茶 好 请 来来来 这边这边 来过来过来 这边 这是哪来的东西 这是大公子定制的 老爷 您看这东西往哪放 混账的东西 刚给他的赏银 又拿去摆牌上 既然是他的东西 你们去问他去吧 知道了 来这边 各位大人 我家老爷传话 说他有病 实在是不能接见各位大人 请各位大人多多见谅 那就请您转告中堂大人 我们是来告诉他 请他放心 我们大家正在联名上折子 保张廷路大人呢 在下转告就是 告辞了 各位好 各位好 你们都来了 咱们哪 也得上个折子 得争 都争不行 对对对 得争 都要命不杀 张廷路不杀 十五天里 保他们的人很多呀 有六部政府堂官 还有各省的都府 势力很大呀 而且啊 是以廉亲王为首 中间还夹在这 张中堂龙中堂 咱们这些人力量 似乎不够 是不是 是不是等李夫李大人 和十八房金考官们 出了围 咱们再联名上奏 是不是 不能再等了 倘若皇上 批准了他们的奏章 咱们再想帮回来 那可就晚了 对 虽然咱们人少 只要聚力力争 未必不能拨到他们 对对对 要是皇上 真的恩准了他们的奏章 我们就 一地辞官 对 宁愿不做这个官 也要维护朝廷的刚进 对对对 我还有个想法 张中堂 历来是非分明 老成谋果 嗯 他是为了避险 所以身居不出 在这个关头 咱们得争取他 对对对 只要他能大一灭亲 咱们就 多了一成胜算 你只为 孙大人所言极是 咱们一块见他 对对对 你们先上折子 张总堂那儿 我一个人去旧城 看看 有多少宝糯米 和张廷录的 奴才这儿有 奴才这儿也是 有没有张廷录的奏折 再看看 再看看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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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人 我家老爷传话 他真的病了 已经睡了 实在不能出来见您 范妮 再去禀报一下你家中堂 过去他曾经救过我 今天我孙某救他来了 快去 快去啊 大人 不瞒您说 像您这样的 今儿都来了好几起了 都三惊时辰了 您说让我怎么报啊 老伯 实在是事关重大 麻烦您通报一声吧 你真是干什么 谁不知道 张相爷家里是不吃黑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正因为张相张大人 是堂堂的君子 为了保住他老的一生贤命 我们汉林月和国子监的 众官委托我 来您府上求您的 事关国体 事关重大 不管多晚 我昨天在这儿了 见不到张大人 我孙嘉诚 绝不离开 绝不离开 你 不离开 有什么话 你就直说吧 免礼 晚生不敢 晚生受 独察院 汉林院 国子监同僚们的委托 来福保 我大清国的注释来了 好 书晚生斗胆直言 中堂 在令地的事情上 您不应该 沉默呢 不沉默 我又能怎么样呢 沉默就是暧昧 暧昧就是偏袒 中堂 许多人都在 看着您呢 我也想了很久 我也想上个折子 也想大义灭亲 无奈 心乱如麻 下必不能成文哪 晚生 已经替 中堂 写好了 我 我 身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旨 要一清王张忠堂即刻来见朕 快